另外這個狀況 同樣也是事有蹊蹺 要來看到就在今天 凌晨高雄一名何姓男子呢 看到警方在巡邏 但是他神情相當緊張 遭到盤查的整個過程當中 他都答非所問 一度呢還想要逃跑 只要警方拿出辣椒水 才將他制服 事後一查果然發現 這名男子 他是一名通緝犯 面對警方盤查 男子裝傻 百般推脫 身份證號碼 我還看 我尿不尿 你住哪裡啊 你有通緝嗎 沒有啦 他沒有你 沒有你不得啊 強調自己沒有前科 卻不停走來走去 下一秒 男子突然轉身就跑 警方趕緊請求支援 拔腿狂奔追上去 你看他差不多了 眼看對方出拳回擊 警方出動辣椒水 這下男子終於乖乖蹲在地上 男子辣到眼淚鼻涕狂流 另一邊跟他近距離接觸的兩名冤警 也是拿著礦泉水不斷沖洗眼睛 我口罐噴尿流 口罐噴尿流 在噴的過程當中因為距離太近了 所以同仁也有受到辣椒水的侵害 事後警方在核心男子騎的機車裡 搜到兩包海洛因跟一包安非他命 除此之外還發現他被高雄屏東地檢 辱通氣中 這回因為遇到盤查 神情緊張漏了馬腳想逃跑 但還是敵不過警方壓制 被逮捕歸案 接著李一千成六國高雄報導